要关注是在台湾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30号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出席在金门的宗教活动 那晚间郭台铭更直奔 柯文哲下了他的民宿一同去看海 也声称自己与柯文哲有着这海事山盟 由于一天之内三度的会面 这印发了外界的联想 两个人会不会在2024搭档参选呢 表态进主大位的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争取国民党提名失利后 30号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出席金门的宗教活动 晚间郭台铭直奔柯文哲下榻的民宿 要约他一同看海 月亮知道我的心 那主席知道你的心吗 月亮知道 郭台铭与柯文哲肩并肩看海聊天 期间两人握手合影 郭台铭一度说自己与柯文哲有着海事山盟 引发外界联想 有着大魏梦的郭台铭 是否会转向寻求与柯文哲合作进攻2024 我今天不求任何职位 我们在谈和平宣言 和平无价 两岸永存 郭台铭未来政治动向未明 柯文哲副手人选未定 两人高调在海边看夜景 引起震态热议 合作是没问题嘛 就是说看 那我们是这样嘛 团结一切革团结的力量 朋友要多敌人要少 现在只有侯友宜见不到他 出力人应该见不到吧 我们相信郭董 跟我们的理念不但相近 也会信守承诺支持我们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 一直想整合挺郭势力 然而郭台铭却在一天之内 三度与柯文哲会面 刻意凸显两人的友好关系 也让国民党盲刺在背 但今一日没整合 办来势力 2024选情就会出现更多变书 凤凰卫视 彭世廷 柯志强 台币报道